据香港媒体报道 第68届康城影展21日近日第9天 台湾知名导演胡孝贤的作品聂尹娘举行首映 剧组盛装优雅春席 当中已穿上半透明雪纺纱裙的女主角舒淇最为抢镜 中门大开的她性感又高贵 电影放映后即获得不少法国传媒的热讽 有杂志头版刊登了聂尹娘的剧照 标题写上 本报的金钟驴 影片指出聂尹娘的这个虚构故事里 有种性感又动人的东西 让人希望故事永远不要结束 更有影评表示 如果聂尹娘没拿下金钟驴 我们会拿出刀剑和火炬 评审团最好找得到陶生门 因为我们不会就此罢休 然而仍有一些影评的人表示 热议娘并不好等 观众容易跟不上叙事和当时的政治因素 据悉 当时场外有不少电影爱好者 在电影首映里开始前 就拿着自制的标语牌 上面写道 拜托给我一张热议娘邀请函 有外界年轻电影工作者说 她还没看过侯孝贤的作品 但知道侯孝贤被誉为大师 虽然已在路边等了一个小时 但还是不打算放弃 另一名法国女孩表示 她看了一篇圣战热议娘画面 极具美感的评论 对这部电影非常好奇 所以来求票 爆点传媒整理报道